坐飛機竟然要全程閉氣? 為甚麼? 早前劉小姐乘坐一班 前往曼谷的飛機 坐位鄰近廁 結果展開一段充滿奇異味道之旅 飛機起飛後 下了無奈 開始聞到有一陣渠味 在周圍看 看誰放臭皮 但很快大家都意識到 不是那回事 因為那陣味真的很厲害 很厲害 我的座位下面 是有一個好像溪流一樣 在我的前方座位的底下 向著我的座位的後面那裏 它的液體其實還間閘著很多 很深色的殘渣 沒辦法確認是甚麼 我的手袋同時有頂帽 我就放在前面的地下 我當時馬上把我自己的手袋 我自己拿回去 都沒辦法避免所有的殘渣 由於當時飛機剛剛起飛 所有人都要安坐在位 扣緊安全帶 直到一段時間後 才有空姐來處理這件事 他們是有拿那些錢 就鋪在地下 從廁所那裏鋪出來 我當時第一時間 我就要求其中一位空姐 我就說兩樣東西 第一你要幫我換個位 第二你要幫我清潔 弄髒到我的個人物品 我的袋是那些網狀 其實透風透水 所以袋裏面那些護照 其實全部都已經浸過了 讓它逐樣東西 從我的手袋拿出來 它戴著那個衛生手套 鋪在地上的膠袋 逐樣東西拿出來擦 擦完之後 幫我安裝在垃圾袋裡 可以扔的 我的腸都已經扔了 他們有沒有幫你換個座位 座位是有換的 但是它就換了後面 下機比較偏後中間的位置 旅程剛剛才開始 就發生了這麼大件事 除了一些隨身物品要報廢之外 劉小姐的心情都大受影響 本身下機之前 我就有幾個要求 第一它要給一個登人接聽的CS 或者透數電話給我 追蹤這件事 第二就是我要有個地方 我想換衣服 和清潔一下 因為我身上已經髒了 第三就是麻煩它帶我過 Fast Track 我已經預先安排好了 朋友吃飯 接機那些 我不想以後的安排被打擾到 被勤的那些 staff 是有幫忙的 但是它就安排不了去 發展那裡的清潔 但是它就只是可以 帶到我過Fast Track的海關 剛剛我又查回一個電郵 他們航空公司那邊 就又電郵回我 就是關於這件事 那它就說 陪回那個Asia Mile給我 就是一萬二千分 用Asia Mile訂的 都兩萬個分 它給我一萬二千分 首先發生這些事 我還想不想 搭它的航空公司 第一 然後第二 這些分 我可以拿去做些甚麼 我去泰國這麼近的地方 都去不了 究竟為何飛行途中 會發生這麼有味道的事 又會不會影響到飛行安全呢 這次事件可能都是個別 一個廁所 又塞了 所以引致的問題 對於整個航班 就未知到有一個嚴重的影響 有可能是一些物品 塞了那個廁所 還有就是可能在不知道 它飛行的途中是去到哪個階段 因為如果它是在一個 有爬升和有拼樓的時候 還有有下降的時候 有下降的時候 氣壓開始慢慢大的時候 這個也可能會引致到 堵塞了的廁所 就會有盜管的問題